虽然还有一个多月才到明年春节 不过台湾餐饮业者的年菜大战已经提前开打 有卖场相比往年提前半个月开始准备 并首度推出和知名动漫《海贼王》等联名年菜 而百货商场则是和毕比登推荐米其林餐厅合作 并且找来总铺师做经典首度菜 此外更有超市以售卖露营车为卖点 同时开卖新品年菜 蒜蓉虾搭配豆腐蒸上10分钟 最后淋上热油 三两下这道年菜就完成了 上面会加上一点少许的鱼子酱 还有这道年菜 大颗干贝煎过之后 加上新鲜鱼子酱以及少许的胡麻油 让味道更丰富 这些都是卖场准备贩售的明年春节的年菜 比较喜欢就是自然然后保持食物的原味 有卖场相比往年提前半个月开始准备 不仅邀请VIP客户前来试菜 还首度推出和知名动漫海贼王的联名年菜 预估将带动业绩成长10% 餐饮业开始推出就是所谓的蔬食餐点 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有特别加强 我们的蔬食餐点有至少多10款以上 百货商场也来抢占春节年菜商机 厨师看嘴现代人不喜欢吃的太油腻 将菜品的口味也做出了调整 像是东坡肉 厨师就把里面的笋干换成了高丽菜干 将提榜换成了五花肉 浮吊墙也加入了干贝花椒等高级食材 同时还找来总铺师将经典首陆菜 搬上年菜的餐桌 另外还有超市推出年菜预购 除了推出多达八成新品之外 今年超市更是出奇招 打出广告让民众先买露营车 再预定年菜 就可以到露营车上吃年菜 度过一个不一样的春节